动漫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爱情动漫一直都是热门题材 虽然如今大多数动漫都含有恋爱元素 但一些主打爱情的恋爱番 依然有很多都排出了新意 你觉得好看的恋爱番有哪些呢 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十大恋爱动漫排行 你看过几部呢 一辉叶大小姐想让我告白天才们的恋爱头脑战 辉叶大小姐想让我告白天才们的恋爱头脑战 是近些年最火的恋爱番 在各大动漫排行榜中都名列前茅 故事发生在志愿学员学校是智商非常顶尖的少年 少女们才能够获得进入的白银玉行师学生会的会长 虽然出生在贫穷的家庭之中 但他凭借着自己的极端努力在学生中脱颖而出 同样优秀的还有副会长四公辉叶虽然各方面都数拔 兼但他的性格却给人一种冷淡的感觉 实际上白银和四公在情感上相互吸引着 只是他们谁都不愿意首先迈出第一步 而是想方设法逼迫对方行动 这样一个傲娇别扭的恋爱搞笑 故事在搭配片中十分兴奋的旁白 真的让人忍俊不惊 2.Clennit 说到最经典的校园恋爱动漫 细说王小编首推这部Clennit 片中主要讲述了平凡人也有平凡的幸福 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上 主角刚齐鹏也因为家庭的因素成为不良少年 一直与春圆杨平为伍 在光板高校过着潦倒的生活 但寄望中有一天能够离开所在的小镇 某年4月14日 她在学校坡道前发现了一个止步不前的女孩 在鹏也认识了这个名为古喝主的女孩后 她的生活开始有了重大的变化 3.擅长捉弄的高木同学 恋爱动漫中甜甜的校园翻是很多人的取向 这部擅长捉弄的高木同学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这部恋爱翻虽然甜得要命 但是却不走寻常路 虽然是以青春期的少年少女作为主角 但并不是因为是青春期 所以就年年逆逆 缠缠绵绵 而是要角色保持一种纯真无邪 偶尔捉弄对方总的来说 这是擅长捉弄人的女孩子和傻乎乎被 捉弄了之后一本正经想要报仇的男孩子 他们之间轻松愉快的故事 一定可以让你回忆起曾经的校园时光 死高分少女 这部高分少女总的来说就像不 90年代阶级恋爱喜剧故事中除了阶级文化之外 也有恋爱要素以1990年代为背景 描述热衷于格斗游戏的小学生石口春雄 某次在电玩店与女主角大野精 因互相较量街头霸王二而认识 由于身份上的差距 毫无交集的春雄和精 偶然发现有着共同兴趣 原本只是互相切磋技术的好对手 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 实质上是不披着怀旧游戏翻皮的爱情动漫 无蜂蜜与四叶草 蜂蜜与四叶草是许多漫有心中日本爱情动漫的经典之作 漫画原作曾获得奖谈设漫画 赏少女部门的最佳作品奖 动画则获选为2005年第九回日本文部 省文化庭媒体艺术级动画部门推荐作品 故事中美大学生主本 真山森田一开始再破就不堪的 公寓中过着贫困而快乐的生活 然而插班生夜九美的出现改变了平静的一切 之后以各自感到恋情 苦于思念的两对三角关系为中心 这样生活就围绕着一两个各自 感到痛苦的三角关系为中心 各自的心情各自的烦恼 而展开一串串虽然有些悲伤却又有趣的故事 六全夜叉 全夜叉这部经典日漫是很多人的动漫启蒙了 作者在90年代就写出了这部 还有穿越 人寿等时髦元素的作品 故事背景设置在日本战国时代 主要讲述的是初三女生日暮歌威偶然通过自家 神社的石谷之井穿越时空来到五百年前的日本 与战国时代妖怪与人的混血半腰的犬夜叉 为寻找散落于各处的似魂 至于碎片而展开的冒险之旅 相信看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为犬夜叉 结梗歌威的三角恋而伤神 还有一部分人像戏说小编一样爱上了杀生丸大人 七美少女战士 美少女战士是90年代女性漫画中的巅峰作品 漫画家五内侄子原作连载同时期动画画 广受支持的超人气作品 曾一度引发热潮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改编的动画版也大受欢迎 讲述了主人公月夜兔在某一天意外 就下一只头上有月牙印的黑猫露娜 并从此改变她个人的命运获得了变身凶真 成为爱与正义的水手月亮 开始对抗黑暗势力的漫长故事 这部曾是稀说网边小时候每天 放学回家追看的经典恋爱番 片中月野兔和夜里福假面等 爱情线当年真的让我牵肠挂肚8 Nana 动漫中关于梦想关于爱情永远都会有讲不完的故事 这部改编自日本漫画家史则爱的同名 少女漫画作品的Nana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她不仅是部爱情动漫还柔杂着成长与梦想 讲述了两个名字发音相同 但性格经历迥异的女孩子意外相遇并相识后 从此生活梦想爱情挫折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再也不可分割命运交错在一起的故事 有句流行语这个世界上肯定有另一个我 做着我不敢做的是过着我想过的生活 这部动漫就把这句话具象地展现了出来 九交响情人梦 交响情人梦是一个关于两个音乐天才的爱情故事 身为民钢琴家之子的优秀音乐大学生千秋真一 想要赴欧学习指挥却因为飞机恐惧症而一直无法出国 某次无意中听到同系学妹也田辉美妙的钢琴身后 深深受到吸引 其后真一更发现也田辉原来是自己的邻居 是一个极具音乐天赋 但性格古怪生活习惯邋遢的怪人 在长时间的相处中两人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成为了一对恋人 这部恋爱番是难得的每个版本都好看的神作 细说小编看的真人版也让人少女心泛滥 十元气少女圆街神 元气少女圆街神是不超好看的恋爱番 女主角奈奈生因好赌的父亲 在欠下一屁股债后离家出走 然后因差阳错成为了土地神 后来遇到了此处的土地神玉影的神使八卫 视为临时土地神的奈奈生为主人两人开始不和 但相处之后奈奈生发现了八卫虽然口上 不让人但是其实优点很多并且很可靠 渐渐喜欢上了八卫 这是一部可以让人的少女心迸发的搞笑恋爱动漫 想看甜甜的爱情追她就对了 像泰纸的音源